台東一名47歲嚴信男子疑似因為騎車致狀摔落了大排水溝 而晚上氣溫只有12度冰冷冷的水溫加上挫傷疼痛 這個男子不斷發出哀嚎聲 被路過的騎士發現了趕快報警來求援 收音檢查沒有生命危險 冬夜低溫裡一名男子倒臥在大排水溝動彈不得 不斷發出哀嚎聲 加上冷烈的水不停流過身子 多待幾分鐘恐怕就有時溫的危險 好在這時候一名熱心又激情的民眾經過 及時報警求援 才救了摔落大排水溝的機車騎士 經過就看到那個摩托車跌在那邊 後來我們就看看有沒有人 就有人在下面那個發出聲音 聲音就是很痛苦這樣 深約三到四米的大排水溝 警消人員準備長梯伸入水溝底部 確認傷者生命跡象穩定沒有失溫 你有沒有辦法坐起來 好 先坐起來 腳很痛是不是 傷者表情痛苦難耐 救難人員先用警圈固定脖子 再將人抬上長肺板 接著由上方的同仁合力拉上路邊 經過初步的檢視 男子身上有多處的擦傷 左腳疑似骨折送往醫院治療 經過警方初步了解 47歲的岩姓男子 機車行經豐年路一段171巷時 疑似自撞後掉落大排水溝內 但詳細的事故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只能說夜裡騎車真的要仔細看路 小心安全 記者會台東視報導